五十三岁男星和豪杰出道超过二十年 演出过多部八点党本土剧 精湛演技备受肯定 还拿下金钟奖男配角奖 表现相当亮眼 而他在年初三岛户外骑车时 突然贪婪倒地战斗 幸好有多位路人紧急伸出援手 让他忍不住赞叹 你们揭示台湾最美丽的风景 根据ET Today报道 何豪杰非常热爱运动 每次出门骑车都会拍下照片 并且上传到社团与粉丝们分享近况 近期他把握春节廉价 骑着自行车到淡水看夕阳 顺便吃些美食 没想到这些列入口袋名单的店家都没开 鸡肠碌碌的他只好作罢 不料回程途中 何豪杰的脚突然抽筋 他痛苦地说 车虽停下 但腿已无力跨出 就像禁止动作一样 一动不动地停在路边 除了腿不断站抖 我完全没有任何力气过马路 虽然我想去对面面摊坐着休息 但是只能先席地而坐了 想想看如何解决这个困境 一名善心路人看到立刻跑过来询问要不要帮忙叫救护车 不过何豪杰认为自己只需要休息便婉拒对方 没过多久 一名小吃店客人和老板见状 赶紧将他搀扶到店里休息 还有路人贴心提醒抽筋要吃盐巴 老板一听马上跑进店里 手握一把盐巴 客人则拿出地群 跟他说搭配盐水喝了吧 治疗抽筋有效哦 此举让何豪杰相当感动 直呼 你们知道盐水配地群吞下去是什么感觉吗 是心暖呼呼的感觉 是令人动容的感觉 是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感觉 感谢帮助我的人们 你们揭示台湾最美丽的风景